凉腿炮作为现版本出场率最低的英雄 喜欢他的人非常的少 也没有什么人气 但我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冷门英雄 我甚至拿过凉腿炮 上过荣耀巅峰八万分 曾经的国服第一凉腿炮就是我 凉腿炮的二技能就是自爆 以自身化为炮弹 对周围造成伤害 虽然这个伤害不是很高 连对面三个人都打不过 凉腿炮的二技能就是他的主要技能 全图性发射非矛盾导弹 而且这个技能零CD 走路就可以发 你看我轻轻松松就拿到了两个人头 可谓是人在家中走 人头天上路 我们演示完了凉腿炮的一二技能 最主要的凉腿炮还有一个大招 大招才是凉腿炮的核心中的核心技能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凉腿炮的核心技能就是无限激光 利用自己炮身的超高压力 发射一种超高伤害的激光打炮 比如对面的鲁班一滋 他应该就没了 哎呦小鲁班有点东西哦 看来不给你玩点真的 你是不知道我凉腿炮的厉害 打开装备面板 对着那破军直接出一把 现在我们只需要走到中路 利用这堵墙当作掩体 对对面发射大炮 哼的一下 小鲁班就没了 同时我们再次架炮 哼的一下 坤坤没了 二连击破坏的超过不余 虽然看起来我们的凉腿炮已经很强了 但是我们的大招依旧是打不出什么伤害的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我们的装备 此时我们打开装备面板 再出一本零金币的闲者之书 这时候我们再打团的时候 只需要一支小鲁班就没了 再一支小鱼儿也没了 同时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高的护盾 对着小鱼儿再一支三连决胜 你们学会了吗